我们家的午餃故事 大家午安 午安 我们家的故事呢 是这一本仙子先生 我们刚刚说了 是三明书局发行的 他的作者是 大象仙子 他是大象 你怎么知道他是大象仙子 他的名字就是大象仙子吗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今天看三明书局的 我看到这边一个仙子 这边一只大象大象仙子 对对对 他这是法国人画的绘本 文是莫加德卡迪耶 你看这个名字 如果念成法文 不知道怎么念 莫加德卡迪耶 我知道怎么念 他不知道怎么念 莫加德卡迪耶 不是 走开 图呢 是佛罗西安 回来了 不要真的 走开 回来回来 图是佛罗西安提节 翻译的叫做 卫池秀老师 我以前有一个同事 我们在播新闻的时候 叫卫池配玉 他们说不定是亲戚 这个姓那么少 好 我们来卫池 下面你看卫池 是古时候一个很有名的将军的姓 好了 我们现在 将军啊 打仗 好 小朋友 那我们来说故事吧 给最可爱的艳势仙子来了 他的脸看起来跟小笔真的好像哦 这就是传说中的艳势 回来 不要跑来跑去 因为我要拍你了 你再去背一次 你们看他 你们看他这孩子 真是的 好了 我认真说故事 我不要被他影响 好 来 你们看 这个人呢 他是仙子 我们以前对仙子的想法都是怎么样 偷牙齿 哦 偷牙齿 不是啦 他不是偷啦 好 那个是什么 牙仙子 是不是 好 还有呢 我们觉得仙子一定会有翅膀啊 拿着仙女棒啊 对不对 好漂亮 对啊 仙子拿仙女棒没错啊 仙子棒 他有他有那个小翅膀 但是好小 而且他是大象耶 大象那么小的翅膀 我不想飞不飞得起来 要看看 而且他还穿裙子耶 但他明明是仙子先生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 他明明是先生 我们知道他穿裙子 他就厌世 就不开心了 有可能吗 好 你去穿拖鞋 那妈妈先看说故事了 小朋友 小妹妈妈说故事了 你们要乖乖听故事了 来咯 所有的仙子啊 都生活在森林里面 哇 你看这仙子小小 什么动物都有 这个是什么 肚子 复杂 那几个呢 几个呢 几个 独角仙 不是独角仙 每一个仙子头上都有脚 他是老鼠 每一个仙子头上都有脚 你看大象也有 因为他们是仙子嘛 这个好像是 看起来好像鸡哦 但我宁可相信他是小鸟 这个是青蛙 你看 不管是哪一种仙子 他们穿的都是仙女服 老鼠 老鼠 没有讲究认出来了 好 你看看 他们穿的这个衣服 小朋友你们有没有看过希腊神话 以前呢 外国的那个神明 希腊神话里面的神啊 不管是宙斯啊 海神 波斯顿啊 什么爱神 不管男神 女神 太阳神 阿波罗 是不是都是穿像这样的连身的洋装 对不对 那个是他们的 那个年代的衣服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些仙子啊 就幻想成那一个年代的神 也是穿这样子的连身的裙子 不管是男神还是女神 所有的仙子都生活在森林里头 每一个仙子都不一样哦 有一些是晨光仙子 晨光仙子都没有来我们家 什么 晨光仙子 因为我们都起不来 尤其是小笔 谁是在睡觉 晨光仙子没有去找小笔 晨光仙子 有没有小朋友家 每天早上晨光仙子都很早到来拜访你们吧 应该有吧 睡太晚了 我们家的小孩特别爱睡觉 我们家睡觉气氛好好哦 大家都忍不住睡到八点蛋 跟那个房间都很舒服 感觉像爱睡乱点 对 我们家的床很舒服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用的很普通 但是睡觉可是睡得好的很 我们是注重睡眠品质的 那个睡得好才可以长命百岁 好 你看晨光仙子没有来我们家 可能有一些五点就起床的有 那也是快乐的死去 好 有一些是勇气仙子 就是哎呦 怎么办 我不敢在同学面前自我介绍 那么多朋友啊什么的 害怕害羞哦 这个时候你需要的就是勇气仙子 还有呢 睡眠仙子 有睡眠仙子耶 住我们家的 小屁 对或者是就是复身在小屁身上的哦 睡眠仙子 哎呀还有家世仙子呢 哎呀希望家世仙子来我们家 复身在我的小孩 还有老公身上 不要复身在我身上 我跟睡眠仙子在一起 你们跟家世仙子在一起 那就完美了 完美了 好 哇 你看有各种仙子 早晨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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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他上学才起得来 那我们要不要再发明一些仙子啊 比如说玩游戏仙子 变变仙子 变变仙子也很需要 就不会变腻了 对不是变腻 是变命 变腻是变变和尿尿 三个仙子 那我上课不如要陪我玩 哦那就是专心 或是学习仙子 嗯 好不好 好那我们希望我们也可以 随身期待 学习 对啊那就是健康 兜拉艾梦 长啸仙子 好好好 没有兜拉艾梦 兜拉艾梦仙子 许愿完了 哎呀我们大家想到的这个 我们都创造的仙子 但是呢都没有人想到他耶 你看他这个咖啡声音 他啊他叫仙子先生 他就叫仙子先生而已 有一点不太对劲吧 你看其他的仙子都是有功能性的啊 你说勇气 晨光 睡眠 家世 对 那这一这一位仙子 他也是迷你反的大上没有错 但是对没有道理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有功能 为什么他只叫仙子先生 因为他没用 哎呦你怎么讲的话讲的这么直接的伤害人家感情 过去那去喝水快点 好他叫做仙子先生没有特别被赋予什么样的名称功能没有他就叫仙子先生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不开心的你看他哎呦我都以为是小笔的大头照了你看哎呦他真的不开心哎仙子先生心情并不是很好因为呢你看他自己也发现他跟其他的仙子不一样 仙子先生和陈光仙子不一样他每天早上都爬不起来陈光仙子看来是他了这只老鼠他没有办法叫醒森林里的动物你看这个小老鼠他一定是陈光仙子因为他出去外面工作了一下以后啊土拨鼠也醒了鹿也醒了小鸟还拿了牛角面包来吃呢蛇也醒来了大家都醒来了再喝早晨咖啡他肯定是陈光仙子 可是他就是仙子先生不开心他也是叫仙子吗他也不是啊没有别的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是有一点过敏你看他有黑眼圈对不对他可能鼻子过敏对啊小妹也是他可能可以叫过敏仙子但不是好他呢总是最后一个被叫醒的我不要过敏仙子对我也不像过敏仙子你看这个啊 陈光仙子把大家都叫醒了以后才来叫仙子先生啦因为之前叫呢叫叫叫叫半天叫不行浪费时间先去叫别人吧 仙子先生每天都睡到最后一刻到早餐的时间的时候才起床真的撒脑筋哎呦还有很害羞的仙子耶 仙子先生也和青青青仙子不一样青青仙子是松鼠这个是老鼠对不对尾巴不一样衣服也不一样这是松鼠了他们用尾巴来分穿蓝色的洋装的有大尾巴的是松鼠这一位松鼠小仙子他是青青仙子耶 我们亲一下他是二座巨仙子他是他不是他不会那个技能小朋友亲一下是什么声音应该是对不对亲一下哇你看这两只鹿亲一下了这个是男生的鹿对不对公鹿这个是母的公鹿才有鹿角啊仙子先生跟 嗯可能没有办法长那么长仙子嗯轻轻仙子用他的魔法棒轻轻的叮叮叮哇那他只要点一下情侣的屁股就是这位小姐点一下这位先生点一下哎呦就可以让情侣啊互相亲吻感情变得更好哦 仙子先生就想说就是让大家亲一下嘛有什么难的来我也来点一下仙子先生就飞过来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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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一个这一只很尴尬的这一只鹿的身上结果呢这一只鹿就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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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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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技巧其实很简单 屁股这样点一下点一下就好了 再搭配一个小妹的大喷嚏 但是呢这个 哎呀仙子先生抓不到诀窍了 好忘记吧 总而言之呢 仙子先生根本不懂亲吻的魔法 你就不要再去想当什么亲亲仙子了 没有关系的 他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做才可以像呼呼仙子 哎呀小猫咪是呼呼仙子 小朋友 你们现在还小的时候 家里都配备一个呼呼仙子吧 呼呼呼仙子可以在呼呼呼呼呼呼呼 对你看这一只鹿 它的鹿角受伤了 这蛇怎么要吐了 这小鸟怎么回事 好它呢可以在伤口上变出完美的包扎 这样包起来了伤口就不痛了 嗯还可以帮你呼呼 你看这一只小仙子 它好棒哦 它帮大家呼呼 但是仙子先生看起来是极度的不愉快 好 它的魔法棒呢 不管再怎么敲啊 也没有办法把人家的头痛治好 嘴巴痛治好 它只会把大树变成棉花糖 哎呦原本大家栖息在这里的 结果呢 哎呦身上都沾了 嘴巴上也都沾了棉花糖了 其实也是不错对不对 变棉花糖这个技术 但一直住在棉花糖里面就不好了 一下雨所有的这一些变成棉花糖的叶子不就融化了 滴了下来 那森林里啊就变得又黏又甜 哎呦这个技术好像还是不是很好 很难清理 对啊很难清理耶 不好不好 这一只小象先生就叹了一口气 哎呀他说 这只小象他有一口气 他说 我什么事都做不好 我是个很没用很没用很没没没没用的些子 对他丧气了 他觉得呢 丧气 对自己 丧气 不是 丧气就是垂头丧气啊 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了 我反正就是个没有用的人 他就离家出走了 他呢 离开了他原本住的森林 他发现远方啊 还有另外一种森林耶 只是呢 是他之前没见过的 这是森林吗 小朋友你们看 这是森林吗 不是 城市 人家常常说啊 城市是一种水泥森林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 都是水泥做的 对都是水泥做的 我们如果在大自然的话呢 是纯天然的森林 对不对 都是树啊草啊 花朵 但是呢 如果在都市里面啊 要有一片绿地 都是很困难的 可是却有 这个高耸入云的 很高很高的 那不是大树 不是神木耶 是大楼 被水泥呢 创造出来的 另外一种 都市的水泥森林 这个森林啊 仙子先生从来没看过 他以前住在 纯天然的地方嘛 没有来过这里 他觉得很奇怪啊 反正那个天然的森林 现在也用不到我了 那里秩序很好 那我走好了 他想要另谋发展 换一个地方 看看自己发展的 会不会好一点 他就能飞啊飞 飞啊飞 拍动翅膀 往那一座森林前进咯 哎呦 这座水泥森林啊 好像并不是一个 值得来这里的地方 它跟刚刚那个森林 比起来 太没有意思了 你们看这里 是不是整个光线 都变得灰扑扑黑黑的 我们刚刚还有粉红色啊 对不对 还有这个淡淡的 亚麻色系啊暖色系 到这里都是冷色系咧 暗色系 因为被棉花团用到 被棉花团用到 总比这样黑扑扑的吧 哎呦 感觉很不好 他说这个森林里的东西 都灰扑扑的 一个个没有颜色的大方块 跟天空一样高 大方块就是方形的房子 还有一只小猫咪 太黑了 对不对 那妈咪为什么有棉花团 哪里有棉花团 不是 这是红绿灯 好 这个是红绿灯的红灯嘛 都市里面 好 你看 它是有大方块啊 就是水泥大楼啦 跟天空一样高 人们的眼神呢 仿佛迷失在人行道的阴暗里 对啊 大家都眼神有一点痴呆 每天忙得个要死啊 奔波来奔波去的心情 当然是不好的 再不然呢 就低头看手机 你看这个低头主 哇 千子先生心里就想说啊 这里的人看起来好忧伤哦 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忧伤呢 因为没有值得高兴的事啊 他想起了自己跟清清仙子 一起工作的时候啊 哎呦那些小动物啊 不是都扭来扭去的 哈哈大笑吗 那时候是怎么办到的呢 他回想了一下 嗯 在心里头呢 反复的思考 琢磨 练习了之后 他就想试试看好了 反正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嘛 这些人已经不开心了 仙子先生呢 小心翼翼的挥动他的魔法棒哦 可是啊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跟别人不一样 他原本想要变的是什么呢 跟清清仙子一样 让大家变得感情很好嘛 结果没有人 反而是 你们看 刚刚那个都是黑色的建筑物 有一点不一样了 对不对 有其他颜色了 对啊 有其他颜色了 出现一块块不同的色块了 他每挥动一次手臂 就会在街上 泼出一些 从来没有人见过的 奇怪的色彩哦 渐渐的 大家就觉得说 哎呀 一开始觉得好奇怪 好奇异哦 现在觉得好奇妙哦 大家都开心了 人们的脸庞啊 亮了起来了 觉得哎 我们的世界 或许不是那么灰色的吧 也是有彩色的 想象就很满意了 我们的这个 仙子先生 他就继续飞啦 刚刚呢 我已经让城市有了颜色 现在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哎呀 他飞啊飞 看到好奇怪 这什么一回事啊 在不远的地方 他看到几位居民 哎 他们陷到地底下来 他们是陷进去了吗 掉到地底下来 地链了凤 哦 地铁站 小妹答对了 不是地上有一个大裂缝 也不是有一个大洞 大家统统呢 一丝足掉下去了 不是啦 这个是有建筑的嘛 写了地铁站啊 看起来好漂亮 他呢 但仙子先生没看过啊 他觉得好奇怪哦 他会骂到地底下去呢 不死掉的人 才骂到地底下吗 干嘛这样 他就决定跟在这些人的后头 仙子先生心里想 这里的人一定跟我们森林里的动物不一样 他们呢 通通都跟鼹鼠一样 要住在地洞里 是吗 不是 不是啊 我们刚刚不是还有高楼大厦吗 那只是去坐地铁啦 仙子先生少见多怪 好了 仙子先生觉得呢 太好奇了嘛 刚关心一下下去看看 难道这里的人都是地底下的动物吗 结果一看 哎 没有 这些人坐到了车厢里面 环境还挺好的 仙子先生呢 他就啊 在这个捷运站 或是地铁站里面啊 滑来滑去滑来滑去 他呢 钻过来 钻过去 拍动翅膀在人们的肚子 和鸽子窝里面穿梭 结果呢 他又给大家挠痒痒了 哎呀 痒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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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痒 大家就 嗑痒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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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痒的笑了 怎么那么有趣 心里头呢 大家都开心了 觉得痒痒 过了没多久 整个车厢的人啊 都走摇摇晃的笑起来了 大家心情都好了 你看刚刚每个人表情都很差 现在大家都笑秘秘了 只是他没有戴口罩 要小心 好 除此之外呢 仙子先生想说 然后地底下的事我处理好了 我现在上来看看吧 他就又飞啊飞 飞啊飞 回到了地面 哎呦 这个时候啊 仙子先生的脑子里头乱糟糟的 他想到乘客们的笑容 却又有一点感动 他为什么乱糟糟的呢 因为他不晓得自己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 他以前啊 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大场面 因为以前在那森林里头 每一个仙子啊 都已经把事情做得好好的了 他只要在那里 那翻白眼就好了 结果他来到人间之后 突然好像做了很特别的事 另外一条面也能跟他一样 会啦会啦 等他出社会之后 看了世界之后呢 就不一样的感动了 仙子先生就觉得自己有做了些什么 他很感动 可是啊 他发现不是只有地底下耶 我现在看到这些啊 哎呦 这些在地面上的人 坐在这个露天餐厅里面喝咖啡啊 哎呦 有人还喝酒啊 喝饮料的人 怎么每一个也是看起来不开心 还有人 你看 他们两个面对面做 哎哎 好 你看面对面的作者的时候 也没有在聊天 而是在滑手机 这样子根本没有办法交流感情嘛 他觉得这些人好糟糕哦 到底能够怎么帮助他们呢 他问自己 结果啊 想到了 哎 我不是很会变棉花糖吗 那就挥动了他的魔法棒 变变 你看 变变变 他把所有的 不是 所有的遮阳伞都 变成了棉花糖耶 哇 好酷哦 大家看到都觉得 哎呀 好新奇哦 赶快拍照 拍照 往美自拍 好 你看 哇 这么漂亮 棉花糖的遮阳伞 太酷了 看到大家啊 这个开心那样子 因为大家觉得新奇嘛 小象也很满意啊 只是小象心里头啊 有一个奇怪的问题 他在脑子里闪 他想说呢 奇怪了 这跟我以前啊 的经验都不太一样 会不会我的森林 出了什么事 或是怎么了呢 我还是先回家去看看吧 他用最快的速度啊 头也不回的 往森林里飞去 你看大楼都有颜色了 都是漂亮的颜色 仙子仙先生很担心 他的朋友呢 会不会也变得 跟城市里的人一样 忧伤啊 如果变成这样 该怎么办 然后有不祥的预感 会不会他以前 做的一切都没有错 比如说给大家 桑痒痒啊 或者是把东西 变成棉花糖啊 这些呢 以前大家都觉得 我不知道你的功用 是什么的 但说不定 那就是我的功用 有可能呢 对不对 只是以前没发现 以前他直觉说 你不要再胡闹了 但是说不定那些 森林里的动物的开心 就是他带来的 他突然恍然大悟了 就像很多人啊 他呢 可能呢 一开始啊 不晓得自己的 这个使命是什么 对这个世界的使命是什么 不晓得自己的专长会是什么 这个时候突然就 恍然大悟自己能做的事情了 仙子先生也是这样子耶 我以前做的事情会不会 根本就是对的 除了我没有发现 那那那怎么办 我赶快回去看看嘛 我离开了我的森林 不会有事吧 他赶快飞回去 飞回树林的时候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耶 发生什么事了 森林里没有颜色了 哎呀 会不会他变得那个颜色 把大楼变彩色 结果呢 把森林的颜色都变不见了 对不对 对呀 糟糕了 他冲进了树丛里面大喊 哎哎 有没有谁在啊 我回来了 你们在哪里 怎么回事 你看连花朵都变得白白的了 怎么会这样子呢 很快的几个身影出现在树木之间 呼唤着他是刚刚亲嘴嘴的 呜呜呜的 这个小鹿 还有各个不同的呼呼仙子啊 晨光仙子 青青仙子都在这里 大家的表情都不太好耶 朋友们大声的喊 仙子先生 仙子先生 狐狸很高兴的说 我们好高兴见到你了 我们都忘记要怎么笑了 你一定知道方法吧 我们什么方法都试过了 就是没有办法让大家笑 看来呢 没有你不行 这个时候啊 这一只呢 之前一只都是死于眼的 对不对 不开心的小象 你们看他的表情不一样了 他开始开开心心的了 对不对 笑了 对不对 开心了 小象啊 他什么都没有说 他只是挥舞了 他的魔法棒 一二三 变 小妹 你这个喷嚏打的 真是时候 哇 你看森林又恢复原状了 该出现的颜色出现了 棉花糖也恢复了 对不对 花朵也出现了颜色 变成了那个很温暖的森林了 仙子先生啊 之前从来都不知道 在所有的仙子当中 最不能少的其实就是自己呢 以前觉得哎呀 呼呼仙子好棒哦 可以让小朋友不痛不哭哭 亲亲仙子好棒哦 让大家呢感情变得好好 存光仙子把大家都叫起床了 每一个仙子都好能干 只有我什么都不会 但是呢 现在他知道啊 自己其实非常有用哦 而且从那之后开始 大家都叫他 巴 什么巴 巴 不是巴 微笑仙子 从那一天开始大家都叫他 微笑仙子了 太棒了 微笑是什么意思呢 微笑啊 用来形容 让生命变得更愉快 哇 微笑仙子是可以让大家的生命变得更愉快的人 是就是在形容他了 就是这一位微笑仙子 他自己也获得微笑了 他之前不想得到他自己是做什么的嘛 连笑都笑不出来 现在啊 他终于又恢复了微笑了 所有跟他有关的 不管是森林还是都市啊 大家也都充满了笑容了 拜拜 拜拜 拜拜